再来关心 前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 设施地重划弊案 遭控收费1300万 台南地方法院认定 郭信良犯后态度不佳 一审宣判判刑13年 尺多公权8年 而郭信良表示呢 继续上诉捍卫清白 公开喊冤 不曾收一毛钱 无党籍前台南市议长 现任议员郭信良 被控收费1300万 台南地院一审做出宣判 初九期徒刑13年 此夺公权8年 为扣案犯罪所得 新台币650万元没收 检方调查指出 郭信良和安南区电锡里长共谋 由郭信良出面 向电锡重划案业者强行所惠 业者担心郭信良 以议长身份介入重划案 陆续在六月和九月 支付现金共1300万 收费后还打算把汇款 包装成买地不成和解费 检方2023年9月 以贪污罪嫌起诉两人 被告恶人始终否认 受受贿赋犯刑 放后态度难认良好 郭信良一审遭判13年 尺度公权8年 至于里长设犯两罪 共判刑9年6个月 尺度公权4年 郭信良表示继续上诉 郭信良退出民进党多年 但在党内有一定影响力 这回遭重判 是否影响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 尊重司法的判决 不要做过度的揣测 纷扰的台南选情 如今又因郭信良 贪污案判决掀起波澜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